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公布了今年十大教育新闻 而其中争议不断的十二年国教连续四年榜上有名 至于排名第一的则是太阳化学运 十二年国教今年实施入学制度课纲修订 多项重大政策从年初烧到年尾争议不断 连四年评选十大教育新闻 十二年国教四年都上榜 全教总认为充分显示民众对政策的不信任 因而排名今年第二大教育新闻 至于第一名由三一八学运拿下 学运和国教影响台湾超过一年 陈振远的学术论文审查造假案影响同样深远 这个案子让台湾学术界蒙羞 也导致部长江伟宁下台 堪称今年第三大教育新闻 一个忙于政务的政务官怎么可能去发表论文 那这样子的论文的发表的 这样子的共同挂名的现象 其实背后凸显了就是学乏或是学术权力背后 值得要去理清的部分 这个应该要持续去追踪 高凤永达退场 昆山中学减薪 又托整病争议分别入列教育新闻 前世今年十大新闻 全教总表示 政策的理想与实践有落差 担忧台湾教育往私有化的方向走 唯一庆幸的是基层与民间力量的自发 记者林小惠沈志明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明台北报道